化了妝 到了下午皮膚會出油 毛細孔就變得很大了 所以粉底應該怎麼選 如果你的皮膚很乾 想要營造一種光澤奶油肌的感覺 我覺得你可以使用這一款 Bobbi Brown最新的一個東蟲夏草的粉底液 它其實是屬於第二代 它的第一代大概是在2015年上市的 然後這個月啊 它推出了升級版 那其實我喜歡它的升級版 因為它的第一代是用低管的設計 我覺得其實那樣子 低管設計其實並沒有很方便 第二代升級版其實是鴨頭的設計 鴨頭的設計其實它的用量就非常非常的精準 不會過多的浪費 另外它還加了蘋果跟荔枝的精華 可以讓皮膚很水亮很保濕 那我們來試試看它的質地 你看它的質地 沙上去是一種很有光澤的感覺 擦這個粉底液啊 很像在上乳霜一樣 就是皮膚非常的有光澤 接下來啊 是RMK的粉霜 其實一般乾燥肌膚的人 應該都會喜歡選擇這種粉霜的質地 可是這一瓶RMK的粉霜啊 它其實打開裡面啊 是滿 有點像果凍那種感覺 就是濕濕的 濕濕滑滑的 可以塑造一種就是奶油肌 它的這個質地啊 其實也非常的水喔 你看 擦上去 其實它真的是滿水的 那其實它裡面啊 也加了一些美容油的成分 很多彩妝師會喜歡就是 在粉底裡面加一些保養油嘛 那這一瓶其實不用了 因為它裡面加了五種的保養油 那如果啊 你是那種臉上的毛細孔比較粗大 或者是有一些凹凸不平的現象 其實你可以用拍點的方式 這樣子輕輕拍 輕輕拍 因為它加了油 那個美容油 再加上它的粉質非常非常的細 所以拍點之後啊 它就可以去填補你毛細孔的凹洞 讓你的皮膚看起來比較光澤 光滑 一般在上粉底的順序啊 是看個人習慣而定 沒有所謂的對錯 有人就喜歡從臉頰開始 有的人喜歡從額頭開始 最正確的順序啊 其實就從你的皮膚瑕疵最多的地方開始 因為你一開始上妝的那個量一定是最多的 那你有皮膚有瑕疵的地方 就需要比較多的粉底液去遮蓋 另外啊 至於要用到什麼工具 像如果你用手指上妝 你的妝容就會看起來比較自然 如果用粉底液刷來上妝的話 妝容就會比較精緻 如果你想要解決皮類肌的困擾啊 我這邊推薦兩款粉底 第一個啊 其實就是迪奧的這個花蜜圍倒的粉底液 迪奧的花蜜圍倒系列很有名吧 就是那個粉紅色的化妝水 它最近也推出了一個圍倒粉底液 其實圍倒粉底液裡面啊 也有非常多肌膚所需要的微營養素 也是從鋼維拉玫瑰萃取出來的 我自己啊 是超喜歡鋼維拉玫瑰的香味 因為就是有一種很療癒的感覺 那它其實這個鋼維拉玫瑰萃取出來的微營養素啊 就可以幫助你的皮類的肌膚 得到一個很好的舒緩 以及它有很多很高的保濕成分 那另外啊 這一款圍倒的粉底液 其實有一個秘密的武器 就是它附了一個 每一瓶粉底液 就是它附了一個小小的這個粉底液刷 就是圓圓的 非常非常多的毛 毛質非常非常的柔軟 用這個粉底液來上妝啊 其實皮膚就好像在被按摩一樣 這個粉底液啊 其實它也是一種水凝霜的質地 加上這個粉底刷 其實它是建議用畫圓的方式 這樣子幫你上妝 這樣子皮類的肌膚好像也可以得到一種 很有活力振奮的感覺 這樣子底妝就看起來非常有光澤 有活力感了 另外一款皮類肌一定要用的 就是這個Make Up For Ever最新推出來的一個粉底液 它這個粉底液啊 裡面也有非常多的保養成分 像是人參啊 玻尿酸啊 維他命 也是給你肌膚很營養很營養的成分 讓那些皮類肌一擦 就容光煥發 另外啊 它其實有搭配一支刷子 叫做貼膚粉底刷 這個是另外要買的啦 可是這支刷子我覺得也很厲害 因為它的刷毛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是有點斜角的設計 它是有點斜面的設計 跟Dior這個圓弧的設計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它斜角的設計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像這個比較尖端的部分啊 它可以沾了粉底液之後 在你一些眼角 鼻翼 這些比較細微的地方 它可以做很好的填補跟均勻的打亮 那另外啊 它整個斜面就是大面積的刷 那至於它的質地啊 其實也是那種很柔軟的乳霜質地 擦完之後啊 比方說這樣子 擦完之後其實是非常的有光澤感 那如果加了粉底刷 貼膚粉底刷 可以把你的粉底很均勻 上在你的皮膚上面 我覺得這種刷子真的是比一般斜角 那種扁平的粉底液刷更好 就是完全沒有粉痕 它其實推了一個Y128的色號 是專門針對亞洲女生設計的 因為它把一些比較黃跟比較紅的色料 做了一個很好的比例的調整 所以很適合大部分亞洲女性的膚色 像這種保養型的滋潤粉底啊 一瓶大概到兩三千塊 如果你是小姿女孩 如何讓這些粉底可以用量最少 可是妝容最美呢 第一個方法很重要 就是你上妝的時候啊 其實只要上臉部的比較偏中間的部位就好了 這樣子你的兩邊其實是你的自然的膚色嘛 中間才是保養型的粉底液 這樣子還可以營造一種自然的修容效果 第二個方法呢就是你每次選擇粉底液的時候啊 色號不需要再選擇自然偏白了 我知道大家都希望選一個自然偏白 讓皮膚看起來比較白的粉底液 可是如果你選擇跟你的皮膚一模一樣顏色的色號 這樣子上妝的時候啊 你只要把粉底液放在有瑕疵的地方 其他沒有瑕疵的地方就輕輕帶過 或者是不上 只要讓你的膚色看起來很均勻 這樣子你的粉底液的用量就會非常非常的省囉 皮膚很乾啊 最怕上完妝之後 隨著時間越久 皮膚越乾 甚至乾到臉 所以如何使用一個長效保濕的粉底液 非常非常的重要 像Jojo Armani啊 其實就推出了一個設計師的水感粉底液 它就標榜有一個海藻糖的成分 那其實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最新的粉底液啊 它的LOGO變成藍色了 原來它在這個粉底液裡面加了一個普魯式的藍光 那什麼是普魯式的藍光呢 就聽說啊 Armani先生他只要在他的時裝袖 時裝袖的那個T台上面 他都會打一種藍光 這個藍光啊 可以讓模特兒在走秀的時候 皮膚看起來更白 就很有仙氣的感覺 所以他把這個色料放在這個粉底液裡面 可以讓皮膚看起來比較白皙 而且很有仙氣感喔 另外一款保濕型的粉底液啊 就是這個Cicely的最新的保養型的粉底 它其實裡面加了一些錦葵啊 跟枝子花 這兩個成分啊 其實就像類似海綿的效果一樣 可以一直不斷的吸水 所以讓你的底妝就是擦完之後 就可以長時間的保水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Cicely的粉底液啊 都一直有蠻多的保養功能 那這一瓶呢 它其實是一種 呈現一種凝露感的質地 也是蠻水的你看它可以滑下來 表示它其實真的是蠻水的 它所要創造的啊 是一種半霧半光的皮膚效果 所以我覺得其實也很適合 秋冬的時候大家來使用 你看他們的瓶蓋上面 是有斑馬紋的設計 因為我之前啊 有採訪過Cicely的創辦人 我有去他們家參觀 他們家真的擺了好多動物的藝術品 因為他非常非常喜歡這些動物 所以他們的彩妝品 常常會有一些像是鮑紋啊 斑馬紋的設計 真的非常的可愛 冬天的時候 因為比較乾嘛 所以我就會選擇比較保濕型 高一點的粉底 那到了夏天 因為肌膚容易出油 我就選擇 就是比較能夠吸油的持久性的粉底 持久性的粉底 它其實有一個特色就是 第一個就是它在皮膚上 可以保留比較長的時間 第二個最大的重點就是 它的這些粉體裡面啊 其實有什麼你們知道嗎 吸油因子 那些吸油因子 其實我們擦在臉上 它就是你皮膚出油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把皮膚的油脂吸起來 我覺得這真的太神奇了 像啊 我自己其實最近就在用這一罐 這一罐是今年三月才推出來的 也是一個 就是一個比較持久性的清粉底 那我覺得重點是 它其實可以在皮膚上維持很久的時間 而且 它讓你的皮膚感覺很輕 會呼吸 因為它的那個粉體很輕 幫你吸油 其實我真的用了它 我幾乎一整天都不用補妝欸 第二題我們再來看看 大家關心的是什麼 就是夏天啊 要一邊擦防曬 要一邊擦粉底 然後那個皮膚厚重感很重 到底應該怎麼辦 其實我自己夏天也一定是 會擦防曬再擦粉底 其實有兩個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 好我先講一下 就是這一瓶啊 就是亞斯蘭黛的這個粉持久 大家應該都很有印象 因為它現在算是業界 真的賣的No.1的一個持久性的粉底 我自己其實也蠻喜歡它的 那怎麼上呢 就是有兩個技巧 我剛剛說的 就是第一個呢 絕對不可以用推的 因為用推的 這樣是錯誤的方法 所以要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拍點 其實用拍點的方式上妝啊 它可以吃肌膚吃得比較裡面 而且會比較均勻 不會有那種刷上去那種刷痕的感覺 其實這樣子拍上去的皮膚是很清透的喔 那如果你拍一次覺得好像沒有遮完全臉之後 其實很簡單 就是有少量再慢慢慢慢的增加 你可以拍一次整臉 或者再拍第二次整臉 這樣就可以把底妝上得很好 而且不會有厚重感 上這一罐是 也是持久性粉底 現在蠻夯的一瓶 Dior的專業後台水粉底 因為我們現在皮膚有分成T字部位跟雙頰嘛 T字比較油 雙頰比較乾 那如果我們剛開始使用的時候 一定是粉底用量最多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就先從兩頰開始上 因為兩頰比較乾 所以其實它粉底可以稍微用多一點點 然後呢 上完兩頰之後呢 我們再上T字部位 T字部位比較容易出油 所以我們粉底量就用的少一點點 所以再上T字部位 很多人其實在夏天的皮膚顏色會稍微深一點點 然後到了冬天就會白一點點 那如果你到專櫃去請專櫃小姐幫你選擇粉底 其實你可以選擇比較自然的 或者是比較 大多數台灣女生都是喜歡自然再偏白一點點的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色號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因為現在有很多持久性的粉底 其實都專門為亞洲女性設計了一些色號 像MAC這個持久型的粉底 它就是在今年是推出了再多追加的14個顏色 是專門針對亞洲的女性 其中還有一個色號 是專門針對台灣的女神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夏天的粉底怎麼選擇呢 就是你一定要去專櫃去選擇 你最適合你皮膚的顏色 自然的跟自然偏白都是最多人喜歡選擇的顏色